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苦难 有挣扎 但是我们在这个情况上 我们可以感受到上帝的带领 我们有惧怕 但是我们也受了上帝的鼓励 所以我相信还有六个月的时间在前面 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道路 但是我们相信上帝一定会跟我们同在 阿们 我们读经之前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主耶稣感谢加美你 你带领我们的生活 你与我们同在 常常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 我们有感觉到我们惧怕 我们的未来 我们不懂 但是我们也要靠你 我们也相信 你不会离开我 你会与我们同在 谢谢主 感谢今天的领袖 也叫做Jander Soli 你恩高 你的夫人 是可以清清楚楚的 阿们的话也解释 谢谢主 感谢加美你 奉耶稣基督的神明 我们祷告 我们要一起来开我们的圣经 四世纪第15章 18节到19节 只有两节 但是我鼓励你们 要把这个前章读完 所以我们可以明白这个 他的前故事 18节 参孙 圣觉高渴 就求告耶和华说 你这些仆人的手 实行这么大的拯救 岂可认我 可死 若在未受隔离的人 手中 神就使利息的挖出裂开 由谁从其中涌出来 产孙 喝了 敬神 敷衍 在这个 一段经文 我们 知道这个产孙 他是上帝恩高的仆人 我们知道 有大人 这个也是在 正在在 非利息人的 这个手中 他们已经被攻击 他们惊怕 但是 这产孙是上帝要使用他 怎么样来带这个有大人 打 打胜这个 打败这个 非利息人 但是我奇怪的是 弟兄姐妹们 产孙 攻击 这个非利息人的人的时候 把他的 这个 田什么 把它烧完了 是这个非利息人 生气的时候 他们来到找 在有大地 找 谁做的是这个 为什么就有人 要可以勇敢 攻击我们 然后有大人 就找找 这个以色列人 找 他们找到了 这个是产孙 做的 弟兄姐妹们 这个有大人 是上帝所应息的 子民 上帝与他们 同在 但是在这个情况中 他们不是 感谢产孙 哇 产孙有这个一个人 你怎么厉害 你怎么勇敢 一个人把这个 非利息人的 打输了 但是 他们 去抓这个产孙 他们不是在 站在这个产孙 站在上帝的 身边 但是他们 是站在这个 非利息人 为什么 他们 急怕 他们怕 哇 这个如果 我们在 我们跟产孙 打 跟这个 打非利息人 可能我们可以输 如果我们输了 我们 我们生命有威胁 所以他们讲 不如我们不要 我们知道 非利息人 这个很强 这个产孙是谁 他一个人 所以他们 他们不要搬去产孙 所以去报告 去抓产孙 把他搬 带 送给这个 非利息人 但是我们可以 看在这 14节 产孙说 他有上帝 从上帝而来的 圣灵 从灵 他有这个灵 他打输了 1000多个人 非利息人 因为什么 因为上帝 与他同在 他知道 非利息人 是我们的 敌人 我们把 打他们 因为上帝 已经允许 犹大的 以色列人 会 进这个 他们的 家园地 他们的 上帝的 子民 为什么要怕 这个 在他们 也说 看才 为 受隔离的人 也要怕 结果 对这个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是受隔离的人 所以 结果 上帝的 允许 在他们的身上 但是他们怕 所以他们 不要去打仗 上帝 以我们 同在 弟兄姐妹们 但是我们也要 有动作 我们也要 有努力 我们也要 有去做什么事 不是我们讲 上帝 你会保护我 你足够 我今天的需要 但是我们 不去 打工 我们睡觉 也不信 上帝 应期 你要保守 保护 以色列人 有打仗 但是你怕 结果 最怕 你对 腓力 你不去打他 你不能有 好的生活 因为这个 敌人 一直逼你 弟兄姐妹们 在我们的生活上 常常我们也 会面对 这样的事 我们站在 上帝的 这个旁边 或是在我们的 上帝的 敌人的身边 我们有听 有听过 在教会 哇 有人把这个 奉献 带的钱 拿出来 他算 算钱的时候 把那个钱拿 有的会有 看得到 甚至 知识们 甚至 传道牧师们 也看到 但是 他们不要 去告诉他 为什么你 做这样的事 他们去把 为什么 等一下我们 如果 我们 骂他 我们提醒他 他会离开教会 所以 就不要了 常常在我们的 师父 也一样 有的人 我们怕他 为什么 他有钱 他有能力 他有权力 在教会 他奉献很大 他做了 某某是 错的事 甚至他们可以 甚至他们可以 攻击 传道牧师们 什么 但是 也许多人 也 站在他的身边 为什么 他们讲 如果我们 针对他 等一下他不给 封信了 我们教会 没有钱 所以弟兄姐妹们 你教会 经济方面 你靠人 或是你靠上帝 你靠这个 罪人 或是你靠 圣洁的 上帝 所以弟兄姐妹们 要提醒你们 要小心 常常我们这样做 我们已经 犯罪了 惊怕 我们要怕 有这个惊怕的心 对 可以 但是我们要 惊怕谁 上帝 我们惊怕什么 我们惊怕 得罪上帝 得罪人 所以 不是惊怕 人 人类 我们惊怕他 我们怕他 因为等一下 他不给风险了 因为他离开教会 因为他怎么样 因为等一下 他对我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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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的生活上 我们的重点 我们已经把我们自己 成为一个重点 自我 中心 一切 思想 一切 我们所做的 是为了什么 是因为 自我 中心 应该是要我 我们要谁 是上帝 成为我们的 中心 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一切 我们要荣耀上帝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鼓励你们 如果你们做过这个事 悔改 或者你 现在 现在 正在做这个事 惊怕人 不是上帝 要 悔改 你愿意吗 上帝祝福你 我们一起 做一个祷告 主啊我们 恿求你 原谅我们 如果在生活上 有时我们不是为你而活 但是我们 把我们自己成为 一个最重要的自我中心 我们所想的 我们所做的 我们考虑的 是自我中心 今天我们来 试下你的话 我们知道 上帝要我们 要有一个 惧怕 要敬畏 上帝的心 我们要惧怕我们 而罪人 而罪上帝 我们不怕人 我们不怕人类 我们不怕人家 意外我们 我们不怕人家 不喜欢我们 最重要 我们是 讨上帝的 喜悦 不是 讨 罪求 人类 的喜悦 谢谢你 祝福我们的生活 奉耶稣基督的生命 祈祷 阿明 上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